王翔这辈子,就只有王阳这么一个儿子,只可惜儿子在世的时候,他没能好好做一个父亲,以至于王阳死于非命,他这才后悔莫及。 二十年过去了,王翔又领养了一个孩子,名字叫做王北,当年王阳想要出去闯一闯的梦,王翔没能实现,如今倒是巴布地让王北去外地实现梦想。 只可惜王北跟王阳的梦,本就不一样,相信很多人都很好奇,王北到底是从何而来吧? 当年王阳喜欢沈默这件事,几乎整个大学都知道,所以大家难免猜测,王想收养王北,就是因为这是沈默与王阳的儿子,也算是骨肉至亲了,只不过王北到底是不是沈默的儿子,还有大考究,起码从以下三个细节证明,所有人都错了。 一,父子关系 王北与王想是父子关系,如果说王北是沈默与王阳所生,那按照辈分,应该叫王想爷爷才对,可他叫的是爸,这就证明,王北并非王阳的儿子,更不会是沈默的,毕竟沈默跟王想一点关系都没有,他何必要收养别人的儿子呢? 就算是亲生儿子的昔日恋人,那也不该是父子关系,单凭这一点就能证明,王北跟沈默是没有一丁点关系的。 二,王家的血 还记得王想说过的那句话吗?王北身上没有自己的血,答案已经很明显了,王阳是他亲生的,父子俩的血自然是一样的,可王北是领养的,根本就没有王家人身上的血。 这也在从侧面告诉大家,王北跟王阳是没有血缘关系的,说不定就是王想因为太过私孽儿子,这才随意领养的一个孩子呢。 三,沈默的失踪 早在二十年前,沈默就已经失踪了,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,再加上华刚发生了神秘的碎尸案,所有人都把目标锁定在了沈默的身上,如果说沈默当年就已经死了,又哪来的机会去生孩子呢? 就算是没有死,跟王阳也不会有孩子,因为两人相识相恋的时间太短了,不可能发生亲密关系。 从以上三个细节就能看出,王北并非沈默所生,王想之所以收养他,也是为了缓解自己对王阳的思念之痛罢了。 只可惜,他这份父爱来得太迟了,王阳压根就感受不到。 至于王北,他对王想看似真挚,可骨子里的叛逆是藏不住的。 明明可以听父亲的话,好好念书,争取考上体面的美术学院。 然而他却要在便利店上班,说什么勤工俭学,其实压根不想去外面吧。 其实王想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,对于孩子的爱,从来不会大方说出来。 反而总喜欢摆着一张臭脸,让孩子听从自己的命令,就好像他为孩子安排的人生,就是最好的一样。 即便家长没有害孩子的道理,可不遵从孩子的意愿,这跟强迫又有什么区别呢? 但凡王想能够早些醒悟,也不会对王阳的死如此愧疚吧。 对王 supervisor,马起康岩祸益和派 。